今天要介紹的本地球員就是三位下歷魚丸的明日之星 朱偉均、袁世傑和簡家亨 他們今季組成了魚丸前場三叉擊 亦以主力身份帶領球隊在青英杯分組賽出線 展現到他們的潛力 今天這條片就會跟大家講解一下他們的技術特點和優缺點 首先介紹的是魚丸前鋒朱偉均 他在陣中擔當著典型Targetman的工作 當球隊組織攻勢的時候 他就負責在前場互球和分球 尤其當隊友長傳的時候 新型優勢就令朱偉均可以升任前場支點的工作 當中場隊友拿球的時候 出任單箭頭的朱偉均也會適當地墮後迎球和二傳 確保球隊組織更加流暢 反映到朱偉均不是一個傳統的禁區殺手 而是活動範圍較大 會和隊友積極配合的前鋒 比起他的競爭對手羅伯奧道和艾迪比蒂 朱偉均的保護皮球能力和傳播質素更好 現位也更加積極 解釋到為什麼朱偉均今季可以站穩正選職位 風格上朱偉均較少在前場衝鋒陷陣和對手硬碰硬 而是傾向墮後去中場和隊友呼應 用技術保護皮球 所以也較少在對方的危險地帶做到成功的二傳 把握力也是朱偉均可以改善的地方 尤其今季的魚丸不是一支擅長進攻的球隊 每場比賽可以入球的機會不多 作為球隊中鋒的朱偉均 就更加需要把握每一次的機會 今季朱偉均各項賽事暫時只是攻入了一球 整體來說入球的效率不算高 但這個入球也看得出朱偉均有良好的射術 今季魚丸一眾年輕球員的成長有目共睹 除了有賴球員自己的努力 有一個好的導師往往都可以令到年輕人進步 而考DSE也是一樣 有個熟悉DSE考試 連續三屆econ和BAFS都考到五星星 合共十二顆星的老師在你身邊指導 一定可以幫到你在考場上如如得水 現在只要去到Danielsir的報名表格 號名時輸入優惠碼HKF 即可在半價報讀首期BAFS或econ課程 優惠折扣高達$400 銀額有限 有興趣了解更多的都歡迎IGDM查詢 下一個有明顯進步的球員就是袁世傑 今季他在魚丸451陣式裡擔任右翼正選 有著不錯盤帶技術和膽識的袁世傑 喜歡在右路引球推進 是球隊的突破點之一 不過他就不是經常能擺脫對方的左閘球員 相比之下 袁世傑更擅長接應隊友的邪直線 利用他出色的走位意識和速度在右路衝鋒陷陣 尤其是反擊時 他也是球隊其中一個突破點 在對南區的賽事裡 袁世傑就利用對方阻擋失位的漏洞 三番四次憑直著自己的速度和走位乘虛而入 不過他的侵略性和傳中質素普通 沒辦法交出助攻 袁世傑另一個特點就是他傳球質素突出 擅長與隊友全球配合 當球隊打反擊時 往往能夠成功傳球給走位的隊友 有離球隊組織攻勢 保持控球 不過袁世傑的身體對抗性不足 拿球時只要被對方埋身壓迫 往往就沒辦法保護皮球 最後一位要介紹的年輕球員 就是施職左翼的賢家亨 這位巴基斯坦裔小將 今季與袁世傑相亦齊飛 而他們的特點也相當類似 同樣地 賢家亨擅長在反擊時 利用速度在左路走位 再接應隊友傳送 然後跟對方右閘作出一對一的突破 賢家亨的速度比袁世傑略性一籌 突破成功率也更加高 在邊路的威脅更強 不過賢家亨有時會過於上腳 沒有理會到走位的隊友 而且傳送質素一般 決定較慢 誤傳也比較多 與隊友的配合默契只是普通的水平 而且過於依賴左腳傳中 踢法較為單調 容易被對方防守 不過當賢家亨有足夠的空間傳中時 他的傳中落點也相當具威脅 是球隊的殺雀之一 來到總結時間 今季是漁園第二季精戰港超聯 陣中小進的進步有目共睹 更加試過在聯賽 迫和結智、東方等強隊 尤其漁園不少正選球員 都只是U22球員 日後也有機會代表香港隊 前途的確是無可限量 近日漁園面對著不少的負面新聞 相信都是對陣中小進來說一種磨練 剛才是一個人的 工作室